這台車真的很帥 499萬 全新小改款RS4 我先講 它這部車售價499 選了一些東西就兩個 一個是可乘式的可變齒比方向盤 另外一個就是黑色套件 大燈、頭燈、氣霸、側裙 後視鏡、窗框 然後車頂架、後保桿等等的一些 只要是黑色的都是它的黑色套件 這個是選的這兩個 可變齒比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那個對你在要求操控精準度的駕駛 我相信你會喜歡這個配備 那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售價 這個入門的部分 A440 TFSI是206 那一直上去有Advance 有S-Line 有Quattro S-Line 這個是Sedane 那如果說你今天比較喜歡Avante 其實就我來講 所有的 比如說像其他的對手 雙B 我覺得在Avante 就所謂的旅行車系列 我個人是最欣賞 Audi、Avante的一個造型 帥氣 特別是B柱之後 但車頭也很帥 我們來看Avante Avante的售價 一樣是40 TFSI 是216萬 一樣在堆疊上去就是Advance、S-Line、Quattro S-Line 到頂規是272萬 我在上一次試RS4的時候 是B8 代號B8世代的RS4 那時候 RS4還是搭載小R8 搭載的那顆4.2的V8 4.2V8 NA引擎 一樣是450匹 但是現在換成了2.9 B9 到B9世代之後 就換成V6 雙渦輪2.9升的渦輪引擎 兩者的表現不一樣 但是在操控有一個比較大的區別 V8當然有先天的缺陷 就是引擎比較重 雖然說在RS4上面 原廠也想盡辦法來做一些配重上的一些調配 盡量在操控上可以滿足這些熱血的駕駛 但是還是比較難逃這種所謂的先天特性 那在B9世代改成2.9升之後 這個狀況其實改善很多 我們先來看外觀 在外觀的部分其實做了一些調整 雖然在大燈的造型 你看起來好像那個線條沒有改變很多 但重點是在裡面燈具的排列跟變化 一樣是LED 但是排列看起來就更帥氣 那在這個水箱護照的部分呢 它這個RS4已經變成是霧黑 然後滿低調的砍在這個錢包桿 六角式水箱護照裡面的造型也多了一些變化 然後在這個前logo Audi也變成霧黑 其實應該講說多了一些低調 少了一些辨識度 但是呢 多了更多的一個煞氣 其實這個蠻好看的 我喜歡 那特別在下方呢 這邊還有多了一個黑色的飾條 這個在視覺上 但我會覺得整個車頭是又就是更寬更扁 好在車側的部分 我剛剛講幾個重點 像是黑色套件 選配的後視鏡 側裙 窗框B柱跟這個車頂架 這些都是 當然因為這次他們主打的顏色應該是紅色 紅配黑彈對我來講就是首選 你看特別是卡鉗 這個是20吋的鋁圈 275 30 20的鋁圈 你配上一個非常大的卡鉗 顯眼又帥氣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車側的長度 來到了4782 然後在軸距的部分表現也不錯 是2832 這個當然就是讓它的空間表現其實會very good 好我們來看一下車尾 第一個 這個蠻吸睛的就是 它這個黑色 Audi的logo 現在變成就是亮黑的 那這邊有個黑色四條 那這個把這個所LED的尾燈 把它貫穿在一起 其實也不錯 RS4這個治標呢 也改成是亮黑 然後就是有一種很殺氣的感覺 下方的氣壩 有一點造型 再加上雙粗的排氣管 也加上因為霧黑套件 所以讓它的車尾看起來也是多了一些跑格 好打開後箱 電動尾門 這是一定的 在為傾倒的時候呢 其實在規格上是寫它有495公升 但看起來好像不止 那左右呢當然有一件傾倒的功能 它是424的一個配置 傾倒之後呢多了1000公升 來到了1490公升 但我覺得對我來講就是 像你看我們載著家人 如果有這種大空間 其實還是好用 這兩座是RS專屬 這個NAPA皮革的跑車化座椅 既然配在RS身上 包覆性一定是very good 非常好的 這兩側你看 很舒服 而且很誇張 我想說現在性能跑車都還要配給你按摩椅 你看椅子旁邊有個鈕 我想說是幹嘛的 按下去 你注意看 中控台上方這個螢幕 你看就有三種耶 波浪、捏柔、伸展 還可以設定強度 舒服 不錯耶 你看熱血的同時還可以有人幫你按摩 好這兩張座椅呢 當然就是 包覆性很好 舒適性呢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 稍微比較重 但是 跑車版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讓你感受到 開車的那種整個動態 所以搭配一張 支撐性夠的 跑車化座椅是很好的 大腿的支撐 你看也可以獨立伸縮 當然沒有電動 是手動 但我覺得也OK啦 前方的方向盤 握感非常好 下方是平整化的設計 這邊有一個RS的Logo 兩側有一些功能 前面的Verture Carbon 它一樣是12.3吋 但是它有一些造型上的變化 不會像某一些品牌 它就是直直的把一個四四方方的螢幕 就砍在你的前面 當然爽度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至少在設計感上 你會覺得Audi是有在用心的 前方當然也因為它有內建導航 內建不是Apple CarPlay 所以它可以投影在 你的前方的儀表板 投影的方式 可以在左邊的這個方向盤 有個View 去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你想熱血 想把轉速表放在正中間 像這個模式就很好 柴油門 轉速就在你面前 因為有時候在熱血的時候 我們通常只會看轉速 導航就放在左邊 當然左邊的資訊 你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主動安全 導航 你可以做一些調整 這邊它也告訴你 現在輸出的功率 就是馬力 扭力就在右邊 這個是 你看你有沒有踩的話 你看它就會告訴你 有沒有 這都是熱血的配置 很好 而且這個方向盤 你注意看 它是可以上下前後 很大的幅度 有些就是這樣給一點點 你看很大幅度 我覺得 就可以調整到你想要的 因為像我就比較習慣是 方向盤離我近一點 因為這樣開車比較輕鬆 也比較方便 中控台上方 多了一個10.1吋的 這個是MMI的一個系統 但內建很多功能 比如說電話、媒體 這個都一定有的 那Apple CarPlay 都變成是無線 就是直接透過藍牙 就可以顯示在上面 那有一個還不錯的 就是可乘式 這個動態系統 就是說行車模式 這樣掰一點 這邊叫Driver Select 你按下去之後 你看喔 有三種 舒適、自動動力 就是Power 就是Sport 一個類像Sport的意思 但重點是來 你注意看喔 右邊有沒有你看 它有RS Mode 就有點像熱血模式 在這個裡面呢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比如說駕駛 可以運動化還是Balance 懸吊要舒適、平衡 還是運動化 轉向、引擎、聲浪 都可以去做 你想要的一個調整 你可以設定不同模式 有兩種 好,設定完之後 來了 回到方向盤的右邊 這邊 有看到嗎 這邊除了控制、聲控、音響大小聲 這邊有個RS Mode 注意喔 如果你有設定 你現在按RS Mode 按下去 RS1 這螢幕的左下方 這邊有RS1 RS2 就是你設定好的模式 它會立即呈現給你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我在開車慢慢開的時候 如果有人挑釁你 你想要跟它輸 你就按下去就好 不用再按這邊 那就輸了 知道嗎 這個裡面當然還有一些功能 使用者 告訴你天氣、導航設定 很多 車輛、手機APP等等 你看 可乘式動態系統 監控座椅、空調、駕駛輔助、主動安全 都在這邊可以設定 有空可以去玩玩看 這是Carbon的 看到沒有 這邊有個Quattro 但是整片就是Carbon的紋路 這個飾板 包含整個中控台 這也是算是在熱血的車款裡面 我覺得Audi算是給的滿大方的 這些熱血的配備 它沒有功能性 就是視覺上的爽度 我覺得它都不會小氣 該給的它就給 你看整片 包含車側 然後所謂的擠皮 這種熱血配備 然後車縫線 中控台、座椅 包含車門把手 都有車縫線 紅色車縫線 我們再往下看 這有幾個功能 關掉螢幕 然後停車 然後自動幫你停車 應該講停車輔助 循跡防滑、引擎自動起閉 都在這邊做設定 車上有那一件 USB也有Type-C 還有無線充電 無線充電在這 在扶手的下方 這邊兩個自備架 排檔其實維持原本的設計 算是也滿特別的一個握法 P檔在上面 這邊有RS logo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部車 各方面來講沒有問題 就是我帶有沒有錢 499老實說也不是什麼小數目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真的 我預算沒有限制 你要買一部可以熱血 出去可以嚇趴 然後老婆坐了也不會頭暈 然後還可以告訴你 哇這車好帥 小孩子載出去還可以載東西 大概這一台就滿足我所有購車的條件 好我們坐在RS4的後座 我們先講座椅 舒適性是一定有的 你看這邊還有紅色車縫線 這種蜂窩狀的一個造型 搭配起來其實很不錯 在視覺上也沒有放過 我剛剛講Carbon的套件 然後這邊有幾皮 皮革 這個應該 你看還有紅色車縫線 視覺上的這種質感是還不錯的 然後這邊有個全領天窗之外 這邊還有一區恆溫空調 所以總共有三區 下方還有兩個USB 腿部支撐是相當好的 你看剛剛好跟我的腿長完全符合 兩個拳頭的一個西部空間 還有頭部大概有一個 這邊有個自備架 兩個自備架掀下來之後 造型比較怪異 不過OK啦很好用 好主動安全我們一樣 就重點是來介紹一下 基本上在iZ4雖然是熱血車款 但是它一樣標配的這個都會行車輔助套件 智慧停車輔助套件 還有包含公路行駛套件 這個在你方向盤的左下方 這個按鈕一樣可以做定速 車道維持 然後360度環景跟車車盲點等等 基本上該有的它都有 然後什麼3D環繞音響 這個是B&O的 也算是非常高階的音響 所以如果你要慢慢開 從北到南上高速公路 你要自動跟車降低你的疲勞度 我覺得它也是有的 看那個換檔 腰吸我 看那個過彎 OMG 看上一代B8 B8的那個RS4 你說搭載那個V8 4.2升的 你說那個推頭呢 其實我自己開稍微 但我認為其實會開到推頭 代表你的技術不夠好 老實講 你知道明明會推 你就速度就放慢 因為代表你進彎過快 那你用一樣的標準來看 現在B9的RS4 它的這顆2.9升的引擎 幫了非常大的忙 當然我覺得工程師可能在配重方面 也有改善很多 我覺得方向盤一打 整個車頭就過去了 那當然我覺得底盤的調教 還有一些配備 比如說跑車化懸吊 這一定是幫了很大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它標配的動態駕馭的控制系統 這套系統呢 當然它會自動偵測你現在的行車狀況 速度、轉向角度等等 去做一個最適當的扭力分配 那這個分配呢 包含前後 也包含左右 在彎道裡面 我覺得油門給它 在該煞的時候就煞 但是該給油門的時候 不好意思 它可以比你想像中的給得更多 它甚至你會開車會有一種感覺 油門再來再來再來 再給多一點再給多一點 這種感受你就覺得說 它底盤真的是聞到一個不像話 那開起來呢 就是一個爽度 當然啦 你不要載著家人 因為家人可能會吐 好的 我們來介紹它這個引擎 最大馬力 450匹 最大扭力呢 有來到了61公斤米 那雙渦輪增壓 跟NA的特性當然不一樣 其實我 本來我還滿喜歡NA的 但現在我覺得渦輪基本上 它那個油門線性 已經做得跟NA差不多了 完全沒有實質 特別是像這種性能的車 你踩起來就跟NA一樣順 而且重點是呢 你可以用更少的CC書 換到跟原本一樣 甚至更大的馬力表現 而且特別對改裝迷來說 改個電腦可能幾萬塊 你就多個30% 甚至到50%的都會有 重點是你可能要注意溫度 因為渦輪引擎溫度特別高 所以可能在改裝的同時 可能cooler 冷卻系統 這些可能也要都一併去做加強 好 我跟你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顆引擎搭配的是 如果我查資料沒有錯誤的話 應該是配ZF8速 這顆變速箱呢 我告訴你 真的是超級無敵戰 站在哪裡 第一個 你慢慢開的時候 超級順 順的就是說 不會讓你覺得有太大的頓挫感 但是呢 重點是你在拉轉的時候 只要你一拉高轉速 它的換檔就跟自首排 一樣有那種頓挫 啪 砰 砰 敲你的一杯 啪 啪 啪 這個是熱血跟不熱血的一個 變速箱的一個差異 這個是極少數的變速箱做得到的 ZF的這一顆真的是非常不錯 不管是換檔 然後它的妥善率 熱血的時候 舒適慢慢開的時候 我覺得它都可以跟得上 你想要的一種感受 而且它 我覺得很聰明 好像它偵測得到 你現在想要是升檔還是降檔 跟你同步的時間 會讓你覺得說 這個變速箱真是厲害 原廠有強調它的彈射起跑模式 非常不錯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你先把排檔撥入S 然後呢 循跡防滑OFF 在這邊 而且你要長按喔 你看因為它有兩段 你看要到出現這個ESC OFF 才會算是真的OFF 然後你的行車模式 一定要是運動 這時候你就煞車跟油門踩死 這時候你會看到那個轉速表呢 應該會拉到4000轉 那4000轉 這時候你把煞車放掉 就彈射出去 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你看我已經設定好了 煞車踩死 我現在踩油門 有沒有 煞車踩死 踩油門 油車呢 跟電車不一樣 它還是需要換檔 然後有這種聲浪 每檔這樣檔檔拉到紅線 這個當然是電車無法取代的 好 我們現在是在Sport模式 我們現在把它調整到都市模式 因為它的懸吊也會做調整 老實說 你說真的要舒適 像SUV那是不可能的 它就是一部RS 你怎麼可能跟SUV一樣舒服 那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 在盡可能的 符合RS的調性 懸吊還是給你極大的一個舒適性 這個舒適性等於是說 它吸收彈跳的速度 稍微編慢 然後整個行程呢 你感覺好像也稍微拉長 就是說它多了很多的Q度 但是呢 整個路感呢 回饋啦 我覺得還是非常好的 那你說太太家人會不會嫌 這個可能就看每個人體質跟要求不一樣 但是呢 我認為 RS4對我來說 它也是很適合 拜拜 看 by bwd6